石牌蒙古国历史博物馆,图巴庸正下的圣旨,图实是为中国给的国耻,石牌蒙古国历史博物馆,图巴庸正下的圣旨图实,是为中国给的国耻,图为历史博物馆门口。 外观给人的感觉陈旧,简陋,有很强的年代感,蒙古国历史博物馆,是蒙古国成立最早,馆藏最丰富的博物馆,位于首都乌兰巴托,成吉斯汗广场的西北角。 图为博物馆门前立着的大清光绪三十年间造的铁钟,这也间接证明了蒙古国以前是中国的领土,九十年代初更名为蒙古国家历史博物馆图为成吉斯汗铁木针的金身塑像两侧,是黑白苏鲁定黑色象征战争,白色象征和平白色。 因为氧化的缘故,已经变成灰色了,该馆共分为七个展区,重点展示介绍了成吉斯汗统一蒙古,及其继承者建立蒙古帝国,进而建立元朝和蒙古国独立后的情况,图为成吉斯汗铁木针的圣旨台,图为清朝在蒙古国设立的蒙古八旗中的镇皇旗旗帜,图为清朝时期蒙古国使用的货币, 贤丰重宝这是蒙古国以前属于中国领土的强力证据,图为清朝在蒙古国留下的汉字碑文,如今也只有在历史博物馆才能找到汉字的踪迹了,图为雍正在元年给蒙古国下的圣旨,其中有指制的也有铁制称圣旨牌,图为博物馆中陈列的汉字版元朝,密使图为康熙征讨厄鲁特蒙古获胜明克的君威碑, 蒙古国人将其视为中国给的国旨,放在博物馆做纪念,以警示后人。